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內地猛鳥 內地猛鳥有什麼消息呢? 第一宗消息 和大家說說 中國好聲音亞軍張恆遠 因為他患有這個黑色素柳 就離世 中年36歲 說到... 剛剛去年才結婚 我們待會和大家跟進一下他的消息 另一宗 說到內地有位156公斤的女網紅 走去參加減肥營 兩天 撤死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過分了呢? 說到收錢直播訓練過程 有人就說 會不會是為了錢 拿自己的命來教育呢? 另外說到內地有位男子 他就懷疑 裝了針孔鏡頭在一個鞋頭上面 被兩個女子指控他偷拍 蛤? 不是吧? 這麼有趣? 這些東西又出來? 這麼恐怖? 我們待會和大家看看 另外呢 也會和大家跟進一下其他消息 那些消息 例如四川出現了 學生拿著菜刀斬營的事件 內蒙古都發生爆炸 真是厲害了 那河南也出現了異常毒霧 不是吧? 好 一起和大家看看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那首先呢 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上海三點一級地震 哇 震動都不是很厲害 但是很多市民都嚇到 滾了下床 有人以為是工廠爆炸 哇 情況都 哎呀 都幾嚇人的 因為上海市地震局發佈了 在今早凌晨 就發生了三點一級 那震源深度是超級淺的 八公里的 而這一次地震 距離人民廣場大概四十公里 那這一次 可以叫做在上海市市區地震 我相信很多人都嚇到 有一點多 可能很多人都還沒睡 幸好 就沒有人員傷亡 和建築核損位報告 那就 有人就睡醒 嚇到又滾了下去 床底庇 有人就說 剛剛睡覺 聽著聽到 嚇嚇嚇嚇嚇嚇嚇 嘩 開頭以為是音爆 還想著哪一部飛機這麼差 隔 夜晚晚在那裡 超音速 難道是打仗 想不到 原來不是 是地震 嚇到腳軟 很多人都嚇到腳軟 所以你說 三點一級 幸好小夜 但是大家都非常憂 近期 你知道 周圍也有很多這些 異象 天進 那個人 糞糞糞了下去 真的 好像這些 碧桂圓 大家都會 擔心 好 另外 也和大家看一下 有位女網紅 就說收錢直播 去訓練 減肥 本來減肥 我覺得是OK的 沒問題的 身形過重 不健康 他去做運動 表示理解 但是為什麼 他進入減肥營 不夠兩天 就出生了 涉嫌 是不是虐待 還是Over了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 在河南 這位女網紅 叫翠花 他身形 有156公斤重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分享減肥的經歷 他曾經試過兩個月內 暴瘦 28.5公斤 兩個月內 一個月瘦十幾公斤 也有30磅 他更加在陝西 一間減肥營 他受到邀請 他就去 這間減肥營 直播訓練他減肥 這間減肥營 其實可能大家 win win 雙贏 你開直播 又有人打賞 又有多人看 這間訓練營又幫到你 可能很多人會去光顧 所以想著 這種 真實 真人減肥直播 很吸引到人 誰不知 兩天後撤死 究竟發生什麼事 根據內地媒體 這樣報導 這位翠花21歲的人 開頭有156公斤 從22年的9月開始減肥 網名叫翠花要逆襲 每天都有新片上 目標是減100公斤 減200多磅 真厲害 很大的行心 他堅持高度強勁的訓練 控制食飯 說到過程當中非常痛苦 他之前的帳號每天都會發布一些訓練影片 現在就被人刪除了 知情人士透露 他在去年9月去了東莞 廣州東莞一間減肥訓練營 正式開啟他的減肥之旅 近兩個月時間 他已經成功將他的體重 由156公斤 減了135公斤 那他東莞沒有事 但他在11月去了西安 不夠一個月 他將他的體重減了10公斤 接著他又在西安這間訓練營離開了 原來一開始 他是自己 淫錢進入這些訓練營 由於減肥視頻 就等於被這個訓練營做宣傳 所以之後那幾間訓練營都給他人工 也算他會做 但是去到5月25日 去到陝西華音一間叫做清健健身俱樂部減肥訓練營 想不到兩天之後 就傳來惡耗了 就知道他女兒不幸離世的消息 他就表示 跟訓練營已經協商解決 知情人士就說 其實一般訓練營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些很特殊的身形 或者有些行動不便 要找一些專業教練去幫忙 因為他是異於常人 可能他的心跳、肺、血壓等 都是需要嚴密監測的 因為你有什麼不舒服 就立刻要去檢查 但是 有朋友就說 這位死者的朋友 說 翠花在微信的朋友圈曾經透露過自己又不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太激了 或者可能本身的身體 經過幾間訓練營 每間都不同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轉訓練營呢 是不是訓練方式不夠好呢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每次都很硬 這麼硬 心臟負荷很嚴重 因為 你做健身也好 每一下 押忍的動作 心 會爆出來 他本身的體重都那麼肥 內臟未必那麼健康 他能否承受得到呢 有人就說 他起碼都經歷了那麼久 現在突然之間出死 當然需要解剖才知道什麼事 但是 可能就是因為他年紀小 如果他是比較大些年紀 可能一早就已經不行 根本受不了 我不知道 可能他訓練營的專家 又或者教練 他怎樣去幫他訓練 但是 這件事都可以看得到 有人就覺得 為了 收錢 搞直播 是不是玩命呢 這件事也不是的 他自己都 一心一意想減肥的 但是 減肥方法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一開始用 不要那麼激烈的 飲食 輕的運動 可能游一下水 或者走走走路 都已經可以做得到 所以 有時候大家 不要拼命 真是捨命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中國好聲音 亞軍張恆遠離世的消息 他因為患了這個 黑色素樓離世 36歲 非常之年輕 他在中國好聲音 第二季 憑著一手 無法逃脫 忌經四座 拿到全國亞軍 突然間離世 都引起 內地的網民 議論紛紛 根據內地媒體的報導 張恆遠 出生於貴州省 他父親是一位數學老師 母親就是 做武龍 到了2007年 張恆遠 為了音樂夢 一個人去了深圳廠檔 曾經在酒吧打過燈光 做過燈光 在琴行做過Sales 教過吉他 13年 他參加中國好聲音第二季 在這個盲選階段 用一手指南針樂隊 無法逃脫 贏得四位導師 當時是拿英 張惠妹 移成慶 汪峰 一起轉身 選擇加入汪峰戰隊 後來用一曲青春 贏得汪峰組冠軍 進入總決賽 最後獲得亞軍 同年 他更加獲得第十一屆 華鼎華語最佳新人歌手賬 在第二年一月 發行了個人單曲 《卑微的榮耀》 14年9月 發佈第一張個人輕搖滾EP 《承繼者》 16年12月 更加發佈了專輯《黑色刺旁》 他為了參加中國好聲音 亦同時結識了 同一個汪峰戰隊的下筆 兩個人相戀九年 去年結婚 更加在去年八月生了一個小孩 根據微博博主透露 他的離世是因為黑色素柳 是一種高度惡性的腫瘤 而內地媒體也確定了消息是屬實的 如果根據資料 是屬於皮膚癌的 黑色素細胞 可以在皮膚、黏膜、眼睛、葡萄膜 軟腦膜等不同的部位組織都有 而說到黑色素柳是臨床上整件的腫瘤之一 也是病法率增長得最快的腫瘤之一 所以都很令人惋惜 一位這麼厲害 也是靠自己打拼 你見他自己出了去深圳打工 追一幕夢 36歲 剛剛去年才結婚有小孩 真是令人惋惜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一則新聞 這件事件在河南鄭州 有位老人家乘巴士的時候 要求一名大學生 麻煩你借給我坐 竟然... 不好意思 這不是關愛座 被人拒絕了之後 這位老人家竟然生氣得 狂刮大學生四巴 而這位大學生沒有還手 等到大學生下車之後 在車上的腦瘤突然之間心臟病發 撤死 老人家的家屬 竟然要求這名大學生 賠償50萬人民幣 家屬當然覺得 不是你氣他 你一早起床讓他 他就不會心臟病發 我猜應該是這樣 這種看法 這件事件上去法院審理 引起網民熱議 非常令人驚訝 因為這件事在很多年前 已經發生了 近日把判決 大家翻譯再來說 當然 法院又怎樣判決呢 法院判決就說 沒有證據證明 大學生曾經用暴力或者言語刺激這位老人家 認為大學生的行為沒有造成老庸任何傷害 所以沒有需要對老人家的死 負責 判家屬敗訴 有些人就說 這個判決好 大快人心 大學生應該反向 和老庸家屬追討賠償 無端端被打四百 遇到蝦就忍了 但是有人覺得 遇到事件隱讓 只會無限度來中容壞人 欺張的氣炎 亦都會助長社會不良風氣 那又反過來 你還什麼一樣 你吵架也是一樣 冤冤相報何事了 我也猜到 一定是有人會覺得 一定是關你的事 那你又要想一下 為什麼老人家會這麼好火 他又不應該這麼好火 有人說 他自動犧牲就沒事 這些事沒得爭 給你的人形 不給你的道理 看看大家怎樣撿 另外也和大家看一下 一宗新聞關於 在四川有一位14歲中學生 竟然被同學拿菜刀斬死 哇這麼恐怖 在中學 都出現了這些事件 根據媒體報道 這件事件在四川 港安一間中學 事發在早上七點 事發在早上七點 據死者的姐姐介紹 他弟弟在學校成績非常優異 快參加中考 誰不知當日在課室裡 竟然被同班同學拿把菜刀斬頸 那命都沒有了 那家屬透露 死者生前 原來曾經和同學發生過矛盾 當時老師和雙方家長經過偷通 而講到疑空 原來在一個月前更加寫了紙仔 告訴死者 我一定會對任你 哇這樣啊 現在搞到當部門證實了這個消息 更加警方就抓了疑空 小朋友 何來這麼大的怨恨呢 我真的不懂得說了 怨恨大到這樣啊 小時候就已經拿到砍人了 都是要佛的 如果不是長大 改變不了思想 走回正路 放下執念 如果不是出來也是麻煩 另外也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也是 那個執著 很執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說到在內地有位男子 在城都 坐地鐵的時候 被兩名女生 就說她對鞋 裝了閉路攝錄機 就是偷拍裙底的 哇 這件事件就封回路轉 搞得很嚴重 怎樣呢 根據內地傳媒報道 這個男子 當晚就坐地鐵的 起床就一對老夫婦 那就是叫做 他見到一對老夫婦走過來 這個男子就起床 讓他們坐了 其後 就站在地鐵中間的扶手位 而說到說 兩名坐在位上面的女子 突然之間 起床指著她來大叫 你是不是偷拍 我懷疑 你在用閉路電視 西路電視 明攝錄機拍我們 這樣 真的呆了 去到這個位置 我讓座又說偷拍 好了 而這個 兩個女子 堅稱說 看到綠色閃光 就懷疑是攝錄機發出的信號光 就說她鞋頭的最前面 剛剛就閃了綠光 她說 我們一看到 她就關掉了 她穿這雙LIKI鞋 就是Air Force 1 Air Force 1 鞋頭 那個位置 就有個牌 AF-1 大家穿過都知道 懷疑 就在那個位置 裝了攝錄機 還有兩條帶 很帥的 綁了一條索帶 就像天線一樣 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就喜歡弄些靈靈靈靈的東西 她有兩塊牌 就反光 OK 接著 這個男子 跟這兩個女子 就被列車安全帶下車 男人就說 她自己在懷疑的時候 就被保安員夾走了 傳車的乘客目光就好像 看著我 真的好像疑犯 被人拿走 下車之後 這個男人很簡單 我就脫鞋給你看 證明裡面沒有閉路電視 也沒有那些微型針孔攝錄機 但是這兩個女子 依然還繼續指著來罵 就在這個人來人往的月台車站裡面 就被很多乘客用其然眼光在那裡看 這個男人當然是難受 她只能夠很無奈 雙手就黏在牆上 由於雙方都堅持 車站人員選擇報警處理 警方調查之後 就幫這個男人澄清 分析應該可能會反光 導致誤會 而警方也會表示盡力調解 如果調解不滿意 那男人可以起訴這兩名女生 要求賠償精神損失和名譽受損 然後經過調解之後 有一個女生在離開前 就立即拒一聲跟這個男人說 靚仔 對不起 好像在玩東西一樣 罵完你 然後就說 很可憐,很可憐,很可憐 看著她的死,很可憐 就一直在罵 國法街坊 來講一下你,是不是不合理 然後警員來到,發現自己 辱宣了 誤會了別人 然後 一閃 不好意思,靚仔 走過去 這樣啊,你罵的時候 就大大聲 道歉就小小聲 而另外 另一名女子也沒有道歉 這個男子就覺得 根本兩個女子都離譜 所以就計劃 透過上法庭去解決這件事 要求他們公開陪禮和道歉 而當地地鐵站也表示 會全力支持 幫他解決這個糾紛 其實這些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為什麼這麼說 記不記得 早一陣子有一宗 有個女子在廣州搭地鐵 然後就拍了一個阿叔 蹲在那裡 玩電話 然後懷疑別人偷拍 然後 在那裡吵怨巴閉 後來發現原來不是 自己老屈了 依然繼續放了上網 在那裡上綱上線 繼續在那裡 說別人 在那裡抹黑別人 後來的兒子忍不住 這件事件 廣州市證實了這個消息 原來引起很多網民反擊 插這個女子 經過發酵之後 這個女子被人起了底 原來在內地科企 騰訊實習的 四川女大學生 而內地媒體也證實 騰訊已經炒了個魷魚 是啊 你又不道歉 你壞了就壞了 就道歉 你還要硬去折騰別人 還在想著 禮橫折曲 找藉口 將自己的錯掩飾 然後就說別人不是 怎麼說你都不對 不是啊 你不對 這些事件 不是一宗 不是兩宗 那繼續都會有的 所以 有時候我覺得 你誤會就誤會 不好意思 有多難 說一句 不好意思 搞錯了 拍一拍胸口 拍一拍薄 就算數 那些人總是要這樣 好了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 一宗人渣事件 在台灣 出現了 一位十七歲少女 被為毒咖啡昏迷 被三位淫賊多次強姦暴斃 好了 台灣的最新刑罰就出來了 這件事件 因為說到有一位姓何的台中男士 開了毒品派對 找了一位十七歲的女生 坐慶 而這位女生喝了這些毒咖啡 就昏迷了 然後被三名男士強姦 更加拍裸照上群組 更加轉移陣地去酒店繼續奸 事後之後 這幾位男士把這個女生留在房間 去到 等到酒店員工清理房間才發現 這個女生死了 後來 警方就把這三名男士拘捕 而說到這三名男士 在一審期間 判了三至四年兩個月的刑期 但是 檢方認為上訴太輕了 所以二審 現在加重刑法 去到三年六個月 都五年零四個月 是不是都是輕呢 都是 你判多一年 那應該 你這些 毒害了 你又要強姦又要毒害人 你完全是謀殺 謀殺的感覺 你幾年 三年 想不到 現在 在台灣 這樣也是三年 有人說 也不一定是關他的事 又不是他親手捏死他 但是 涉及毒品 不是應該判重一點嗎 打擊毒品的問題 另外 在內蒙古 早前 剛剛昨天 搞得天津碧桂 再加天津大爆炸 內蒙古又出現了大爆炸 就說 赤峰一碰店鋪 就燃料洩漏 就閃炎 爆炸 導致兩死四傷 附近人員嚇到以為地震 很誇張 原來是在蒙古赤峰市的小區 這場大爆炸 令到很多房屋都受損 附近人員也說 立即爆炸 以名 店鋪的燈都掉下來 還以為地震 還挺嚴重的 其實內地經常都說 那些氣體問題 就是燃料、石油器、安全事故 我記得早一兩年都已經有人 都說 內地專家都說 是不是要嚴查 甚至乎嚴密監控控制一下 一到這個時候 好像是接二連三一起來的 好 還有一件 好人好事 我們說一下好人好事 有位杭州女子在前塘江遇歷 不知道為何掉了下去 幸好 有位外賣哥仔 經過西興大橋的時候 看到 他想都不想 就跳下江救人 說到說 跳下江救人 原來 說到這條大橋 離水面有12米高 12米高 你敢不敢跳 彈板那樣 很高台跳水 他一跳下江水之後 就抱著女生 再配合趕道的水景 把女生救起 更厲害 救完人之後 這位外賣員 不行了 我訂單就夠了 要趕快想 就送外賣 就說沒有坐快艇離開 繼續坐電單車 就走了 這種好人好事 就是網上瘋傳 外賣員 就被人讚 沒得頂 當局也說到 要頒發建議勇為獎 而這位外賣員 跳江之後 又沒有傷及內臟 但是出現了 空椎壓縮性的骨折 需要留院觀察 為什麼他這麼勇猛呢 原來他小時候 也曾經遇過淹親 也都被人救過 所以他想把這件事 傳下去 遇到事好人好事 這種精神是要的 有人幫過你 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幫人 這種精神是很值得大家去學習的 當然 也要看看自己的能力 像他那樣 想到不想到 跳下去 其實也挺危險的 另外 另外 有位男子 在台灣之前 捏死了一位24歲 馬來西亞籍的女大學生 這件事件 經過一審二審 就判她死刑 誰不知 台灣最高法院 在日前 就撤銷她死刑 決定發橫重審 不是吧 為什麼不用死 最高法院他們裁定 覺得他有沒有計劃殺人 覺得判決死刑的理由 和事實有點矛盾 這樣嗎 不是吧 所以要求法環重審 那需要三思回審 要找包大人才知道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國家 一個國寶級的藝術家 黃永玉來世 向年99歲 她的子女 日前發通告 指出 她父親黃永玉 在6月13日來世 為了尊重父親的意願 就不舉人任何告別追悼的儀式 那 國寶級藝術家 原來她是 曾經設計過新中國第一枚 生肖郵票 那她這個 在1980年 猴票 說到這個猴票 賣了201萬人民幣天價 厲害了 根據資料 她是中國國家的 畫院院士 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 曾經擔任中央美術 美術院的畫版是主任 也是中國美術家協會的副主席 99歲都高齡 安息 好 那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